西汉名将霍区平母位于陕西省兴平市南卫镇道长村西北 距茂陵约1000米,木为山形,高度约为18米 当地人俗称石岭子,旁边就是卫青木 霍区平实在是太有名了,他不仅年轻有为而且武艺高强 他18岁的时候就随着舅舅卫青开始出征匈奴 19岁时汉武帝还专门为他设立了标齐将军这一官职 在汉武帝之前还没有标齐将军这个职位 在漠北之战中霍区平风狼继续,当时他年仅21岁 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区平给他修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宅子 霍区平根本就没有住,他说凶农不灭何以为家 就凭这八个字霍区平被封为天下第一侯,绝对实至名归 只可惜霍区平在年仅24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了 因此汉武帝悲痛不已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的陵墓曾被盗数次 那么霍区平的陵墓为什么2000年来从未被盗呢 今天我们就到霍区平的陵墓前看一看 为大家揭开迷雾 进来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里住群林立 亭台楼阁碧荡漾 不仅三季有花,而且树木四季长青 我对面的浮桥喷泉呢真的是更显迷人 经过浮桥之后这里就是霍区平的陵墓了 因为他在年仅24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 当时汉武帝悲痛不已 因此啊 汉武帝调来了边境五郡的天下军 从长安到茂陵排列城镇 用安葬君王的礼仪将霍区平的灵鹫 从京城一直运到了这里 紧接着汉武帝又下令 在霍区平墓前的神道两侧 树立了沃马、月马、石人、浮湖等石像 以此来祭奠这位青年英雄 这座墓距今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 我们在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没有找到 有关霍区平墓被盗的记载 这也就说明了霍区平墓成功的逃脱了盗墓贼的黑手 但是呢这里距离汉武帝的陵墓仅1000米 难道是因为幸运才没有被盗吗 其实啊原因有三点 我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这第一个原因啊 就是跟霍区平的死因有关 根据史料的记载 霍区平在征讨匈毒的时候 感染了草原上最可怕的瘟疫 他作为一个永贯三军的猛将 能夺他性命的瘟疫一定是非常厉害 因此盗墓贼也怕感染上瘟疫 所以才没有到他的墓 而这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墓葬的机关重重 当地人把这里俗称为石领子 霍区病领墓为何叫石领子 这道理很简单 因为在腹土之下全是乱石 这种乱石在盗墓贼挖领开关时 就会引起乱石的崩塌 想要盗掘这样的一座墓 其风险远远大于收益 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打霍区病墓的主意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汉武帝的领墓更是机关重重 盗墓贼不是照样把墓给盗了吗 就算是霍区病领墓有瘟疫 盗墓贼也可以等待瘟疫消失了之后 再进行盗掘呀 因此这座墓之所以没被盗 还有最后一点关键性的原因 那就是霍区病的棺墓中 除了随身的盔甲和兵器 没有什么值钱的名气 陪葬品极少 我们也都知道霍区病不爱钱财 再说来冒陵盗墓的一些盗墓贼们 全都是冲着汉武帝的陵墓而来 对于霍区病的陵墓 他们大多不感兴趣 因此综合以上三点原因 霍区病的陵墓这才得以保全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继续探索古墓